加翼的部分呢 那今天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 上午的时候在高铁大道路口 正值上班的时间 正在停等红绿灯的 一部黑色四小客车 一四续恍生他没有注意 回过闲来说 已经整台车杀不住了 高速冲闯前面的四辆车 像是打暴凌球一样 五车连环状 造成六人轻伤送一 所有车辆路口停等红灯 后方黑色轿车 一四没看到号制早就转红 超高速冲过来撞上银色休旅车 接着一辆又一辆 四辆车最后失控撞上分隔岛 才停了下来 五车连撞最前面的白色轿车 后保险杆当场被撞断 喷飞好几公尺 一台一直撞轮进来 一四黑色轿车驾驶精神不佳 没注意到前方是红灯 杀不住五辆车全被撞烂 巨大撞击黑色轿车安全气囊爆开 车头全毁 银色休旅车被撞到凹陷 车底零件散落一地 就连轮胎也被撞飞 这辆黑色休旅车也很惨 车窗玻璃全破 整辆车被撞到歪一边 唯一幸运的是 所有人都只有轻微擦伤 黑色轿车驾驶 没有酒驾一时没注意 一连撞上四台车 酿成五车连撞 如打保龄球 警方正在厘清赵泽 如果赵氏驾驶要负全责 一车撞四车也要赔四车 维修费也是一大笔钱 接下来红国文林毅荣 嘉宜报道 台中杀入市场 这就很夸张了 两个贪心一丝续维持 要占位子 还有彼此消价竞争的问题 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 双方出动了橡胶刀 还有甩棍等等的工具登街 狂欧猛奏 而且是扭打成了一团 其中一方甚至是 直接用小货车发动攻击 直接来冲撞对方 双方是不可开交 人来人往的菜市场 两名摊商相互推及叫嚣 双方拿出鸭西手持香蕉刀 甩棍护嘎 其他摊商见状 上前想把两人拉开 但这时 何姓摊商的爸爸 看到儿子被甩棍狠揍 竟然开着小货车 发动恐怖攻击 要追撞陈姓男子 陈姓男子也立刻反击 拿着甩棍猛 敲货车剥离 战士也从原本的一对一 变成两个父子打一个 这起市场格斗案 发生在杀戮 附近的摊商说他们一是是为了白摊站位的问题引爆冲突 双方大自然表示 因彼此 销价竞争 产生嫌隙 因而发生纠纷 为了摊位跟价格的问题 摊商大打出手 动用香蕉刀甩棍 甚至还开货车冲撞 双方互告杀人未遂 把战火从市场 烟烧进法庭 杨基丹警辰台中采访报道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吓人的监视器画面 真的是天外飞来的横祸 这是台中市有一名女驾驶 她开车行进路口的时候 车辆突然是向左偏移了一些 直接撞上了对象的车道 正准备左转的车辆 接着又擦撞了同向车道行驶的箱形车 这一下子三辆车直接撞入路边的住家 路口监视器拍下这惊险瞬间 这包含了肇事者还有利民的驾驶受伤 好在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路口监视器车来车往的大马路上 一辆墨绿色小轿车及时而来 车子突然往左偏直接撞上了对象车道 停等准备左转的白色小轿车 造势车辆没有停下来 接着又往前擦撞同向车道的箱形车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附近民众全被这巨大声响吓坏了 小轿车严重毁损 驾驶受伤摊坐在驾驶座上 车子被撞进了路边店家 饮料店也被波及 当电话才知道的 是他救了我啦 他的全部都往里面了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上午九点多 41岁徐姓女驾驶 开车行经台中南屯 这个路口 不明原因车子突然往左偏 连续擦撞两部车辆又撞入路旁店家 一共造成两人受伤 幸好送医没有大碍 上午九点多 惊魂车祸 是认为因素还是其他原因要在调查 接连家庆祝彭新台中报道 好持续来看到台中有一名从事网拍的男子 大陆网站呢买了一批18000多块钱的视频 要买回来批回来贩售就对了 但有一件货品 莫名的医师了 快递员说是骑车的时候不小心飞走了 找不到 但是这样的说辞 男子不认同向物流公司来反应 没想到等待期间 男子发现 这个案子已经被结案了 怎么回事 民众从大陆网站购买戒指 耳环等饰品 共台币一万八千多元 要转卖 结果居然有一件货物不见了 快递员说是骑车时被风吹走 有三件货要寄过来 打电话来说 少一件货 他是跟我说什么被风吹走了 我一个那么大的包裹被风吹走了 我觉得这真的太不可思议 协助寻找为上位寻货 目前一位接货民众相关实货的讯息 包裹被风吹走 这个说法让民众很傻眼 他不但报案 也反映给物流公司 虽然快递员道歉 但民众不满物流公司私自结案 没有签收 他就说他们为了结案 所以说你签收 我觉得这样子对消费者 他没有保障 物流公司则表示 内部会调查检讨 至于男子医师的货物 申报金额大约台币300元左右 他们强调已经赔偿给这位民众 7700多元 告出申报金额 只是赔偿归赔偿 民众对于自己的包裹 如果居然被风吹走 很不能理解 记者杨靖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